从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在台湾蔓延以来 为福部部长陈时中 每天下午亲自主持防疫记者会 直播讲刷的最多的留言 除了防疫问题以外 就是要部长好好休息 究竟第一位牙医出身的部长 如何赢得民心 获得大家的青睐呢 就让我们继续往下去看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道的来源 是刊登在2020年2月号 吴忠杰先生所撰写 并刊登在商业周刊的 所谓一届出身的卫福部长 陈时中如何让业界到网络乡民 偷信服务 从国人回台后简易隔离 口罩短缺 延后开学到接回武汉台商 等一个个的议题 卫福部部长陈时中 一次又一次明快的指挥与决定 除了让大家见到他的领导力外 你看到他感性的一面 成为许多网友心中的防疫英雄 除了防疫表现外 牙医师出身的陈时中 在向来有门户之间的医界 成为史上任期最久 至今在位已经三年的卫福部部长 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究竟这位台湾首位牙医师出身的卫福部部长 有什么样的能耐让医界 社福界都幸福呢 第一件事情 也是最经典的一场战役 他遇见健保财务刺激 最早与政府谈判牙医总额制度 今年67岁的陈时中 过去受访时自入为社会运动家 台北医学大学牙医系毕业后 一心想改变社会的他 成为牙医并开始参与医界公共事务 几年后他担任牙医师公会理事长 在当年健保还是论量记筹 医师做多少就给付多少 但陈时中意识到健保很快就入不敷出 因此他开始整合牙医界 算先配合实施总额预算制 意思就是每年先画出一块固定预算给牙科 再用点数算出一施可得的收入 少于预算多付 超过预算则减少给付 量入为初 当时医界大部分人都反对 但事后看来 在健保财务越来越吃紧的情况下 牙医界因为最早与政府谈判 可拿到最好预算条件 先保住一块大笔 第二件事情 在政坛中发挥精准的数字力 让会议后马上有决策 在政坛中展现果决的决断力 是多数人对陈时中的第一印象 明快决策的背后 部分是靠着陈时中精准的数字能力 一位卫福部幕僚举例 陈时中常面对医院和长照机构 要求提拨经费 当主管在报告有多少家机构 需要多少钱 因此需增补多少预算 费用变成多少百分比十 他一听就觉得 嗯 数字对不对 即使中间数字是不同领域的 专业名词带换进去 也都能够掌握 但更重要的 他也透过倾听 与接纳不同的专业的意见 让决策快速的同时 也能够兼顾品质 第三件事情 不讨好民意 秉持专业评估后再出决策 以这次包机接回武汉台商为例 出席许多人担心接回后 台湾医疗量能能否承受 风险能否控管 但陈时中经过与团队的专业评估 认为只要做好检疫隔离 便能将冲击降到最低 坚持接回台商 结果证实这次的决策 不仅真的把冲击降低 更中奉顾及到国人安全 第四件事情 他的沟通技巧硬中带软 曾在世界卫生大会被打压的会后 唱 母亲的名叫台湾这首歌 让大家感觉凌峻 陈时中 二度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会议上等面对许多国家 打压 甚至是恶意的攻击 但会议结束后 陈时中会抛下情绪 在晚餐时主动唱歌 炒热场面 表达对台湾桥借的谢意 他会唱母亲的名叫台湾这类歌 陪大家喝点酒 感谢全球有医疗背景的台湾人 对台湾的支持 最后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虽然因发生重大疫情 让大众看见了诚实中 但如果是没有能力的人 往往只会被失事的浪潮淹没 而无法在大众解释下 站稳浪肩成文酒 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 才能站在浪肩上 挺住危险 带着大家往前进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在疫情持续蔓延的非常时刻 陈时中运用他专业与精准的判断力 让疫情控制得宜 我们也期许这位不讨好民意的部长 能继续坚持以专业带领防疫体系 走过为难 替台湾打漂亮的一仗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 商业 科技 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